我覺得他這次選這個副手 看起來好像說 政壇上面的經歷比較淺 但是我覺得川普真的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政治人物 他的眼光非常的精準 我覺得基本上CNN講的 那兩點事情我都贊同 第一個 先從他需要的地方 在搖擺州 賓州 上次川普事實上是輸掉 從犯是他個人的成長的經驗 一個從社會上面最基層 靠著自己的努力 耶魯法學院畢業 還曾經在伊拉克那邊曾經服役過 他這整個成長的過程 非常符合在那個地方搖擺州當中 他所需要的白人 藍領 階級 他們喜歡的一種政治人物的形態 另外一個 范斯 我覺得他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是說他在對於什麼 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這件事情上面 他的政治意識形態 真的跟川普非常的近 當然我們如果從 比較Liberal的觀點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有的時候 他講話未必那麼符合 所謂社會民主上面的一些概念 譬如說當初他在接受 川普的前顧問Steve Bannon 訪問的時候 他就很直接的講 我其實沒有那麼在意 在烏克蘭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真的比較在意的事情是說 我5歲的小孩 會不會在街上遇到人口販子 其實這樣子的想法 跟川普到目前為止 他在面對目前非常動盪的國際情勢 對於什麼是符合美國的 利益的這一件事情 所謂的界定 基本上面 他們的價值取向是非常相近的 而這樣子一個價值相近的 價值取向 我覺得從川普的眼中看來 是未來他有機會重返白宮之後 這個副首他可以很放心的 讓他去執行一般美國副總統 在協助總統執行的外交政策 我覺得大家對於川普的這個談話 應該不會太意外 只是他講得這麼的白 讓很多民進黨的 也是很多人挺川的支持者 大概就玻璃心碎了一地 雖然說這個是他在遭遇槍擊者 兩個禮拜前所接受的訪問 然後他在遭遇槍擊之後 整個人好像換了一個面目 他身上泛著光 他是上帝疼愛之子 連席他大難不死 然後他馬上就出來 呼籲我們要團結 然後我在共和黨大會上面 我也不罵拜登了 我們要呼籲是團結 但是那個槍擊案 只是給了川普更大的一種力量 他這個力量是洗去了 他過去的道德敗壞 和他的現實 和他的現實的這個部分 可是他在內政的這個議題上面 他可能會去稍微收斂起來 比較少基於這種言辭的批評 他以前罵拜登 就是很難聽Sleepy Joe 狡詐的拜登 偷了我的選舉的拜登 他可能這一方面的言辭 會收斂一些 可是他在對外的政策上面 是不會改變的 川普過去他這個人就是錢 他這個腦筋裡面就是Money Talks 所有的都是錢講話 當時蔡英文當選之後 對 他不是打電話給蔡英文嗎 他後來大家就說 你怎麼打電話給蔡英文 他說他們每年 買我們那麼多的軍備 我打通他的電話又怎麼樣 他就是一個Sales出身你知道嗎 我去鞏固我的客戶 我跟我的客戶通話 有什麼錯 然後他今天在講台積電的時候 也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就是他以前在當總統的時候 台灣就是一個筆尖大的國家 現在他在競選期間也說 台積電搶走了 我們的很多的工作 而且他本來就沒有意思 要去保衛台灣 他講得很明白 跨過了半個地球 來去保衛台灣 這很不划算 而且這個鞭長莫及 而且川普他這個打心裡面 他就是不要再 不要再當這個世界警察了 他就是走孤立主義的路線 就美國的軍人 這些男男女女 他為什麼要為其他國家的人 流血 流血流汗 犧牲生命 然後這個吳思瑤 是顯然是沒有了解這個范思 他在過去接受訪問時候的講法 范思在台灣 談到台灣問題的立場上面 也是一樣的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賣很多的武器給台灣 讓台灣能夠保護自己 讓這個中國不敢打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武器 都賣給烏克蘭了 所以就是台灣的供應不上 然後是有問 有進一步的問他說 如果說中國來攻打台灣的話 你會怎麼樣 他說我們這採取的是戰略模糊 中國攻打台灣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的時候 到時候再說 而且范思他也是反對 他也是反對出兵的 他過去曾經到伊拉克去服役 然後我想那場戰爭 對他帶來的感受是非常的深的 他也反對用宗教和文化 要去改變另外一個國家 所以他很可能 他就是在看待有關於 台灣問題 兩岸問題上面 他認為這也是屬於一種 交易式行為的 是屬於一個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 這個范思被川普選上 其實最大最大最大的一個理由 就是他對他的loyality 就是他非常的忠誠 這個范思他在改變 過去說川普是希特勒 後來要參選的時候 全力的支持川普的政策主張 他的表現是比川普還右派 他附和川普的這個說法 就是說那場總統大選 是拜登竊取的 而且他抨擊 他抨擊這兩個這一次 一樣在副手的名單 被考慮的人這兩個參議員 盧比歐跟史考特 他說因為他們兩個人 在當時在參議院的時候 都是投下了認可拜登的票 所以這個對於川普來講 他就是不夠忠誠 他在經過了彭斯 對於川普來說 彭斯對他的背叛之後 他非常的在意這一點 所以這個范思 未來在執行拜登的政策上面 必定比川普更川普 我覺得川普他現在在競選 再一次的競選美國的總統 所有的發言跟考慮 一定是以美國人的利益 為最高優先 這是一個民主社會裡面的常態 我們不可能去期待或要求他說 我在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 我在考慮的是美國人以外的利益 這不符合民主的本質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台灣面對美國這個狀況的時候 什麼是台灣人應該做出選擇 對自己最大的利益 當你號稱所謂的盟友 話都已經講了這麼赤裸裸的時候 真的要重新的去盤點一下 我們到底應該要如何的應對 什麼樣的策略 什麼樣的具體作為 我們該做什麼 我覺得花很多時間 與其去計算 說到時候美國人 他們會不會怎麼樣 會不會怎麼樣 不如多花一點時間去想一想說 我們現在應該到底要怎麼樣 就這件事情本身的準備 我必須要老實講 我不認為我們的行政部門 做的是足夠的 當然在跟美國的關係上面 我們去維持一個民主同盟的關係 我們有共同的民主自由 法治人權的價值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但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國際政治是非常現實的 面對這麼現實的國際政治 我們的戰略 我們的戰術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才是人民在看待 掌握權力的行政部門 掌握資源的行政部門 他怎麼樣去分配這些資源 怎麼樣針對接下來 可能發生所有的情境 他去做好準備 這個才是一個掌握權力的人 他應該做的事情 也是人民期待 看到他做的事情 就第二個部分 進一步去看說 美國的這場大選 我覺得剛剛主持人講得非常好 千萬不要選邊站 因為我真的 2020年美國那場大選 那個時候 其實我在觀察那場大選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立法院 我2020年1月31號 就離開立法院 但我2020年觀察那場立法院 我真的覺得台灣有一些 特定陣營的政治人物 陷入集體的瘋狂 真的是陷入集體的瘋狂 那個是在社群媒體上面 我穿威武 然後把拜登抹紅到無可復加 說選了拜登以後 他一定親北京 然後會賣台 你如果是一般的政治評論人 或者是說一般的公民 大家這樣聊一聊天 也就算了 你已經忘了你自己是誰 你是有公職的 你出去是代表台灣 代表中華民國 你適合講這樣子的話嗎 做這樣的事情 對於台灣的國家利益 傷害有多深 這個要有非常深刻的反省 千萬不要再犯這種錯誤 因為你在丟的 不是丟你自己的臉 你在傷害整個國家的國家利益 我覺得芝恩講的這一招不錯 真的 而且川普這個人 大錢小錢他都在乎 你看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有被問到 有關於TikTok的問題 他其實就講得很明白 他沒有要進TikTok 他就沒有像這個眾院 美國眾院已經通過了法案了 要TikTok就是剝離 然後跟要脫離中國字節跳動 然後把股權這邊要賣給美國 他就說他沒有支持這個事情 他說我們就算沒有TikTok 我們還是會有臉書 還是會有IG 他為什麼不支持 他並不是什麼言論自由 不是跟那個無關 是因為他的一個大金主 叫做雅思 他是海納國際的創辦人 然後海納國際是TikTok的母公司 中國字節跳動的大投資人 他有15%的股權 所以我說川普就是錢講話 而且就像剛才大家提到的 川普他這個能夠這樣大難不死 被上帝如此眷顧 他如果一旦當選的話 他一定專心致志的 就是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這就是他最重要的使命 他最專注的就是國內議題 怎麼樣在這個移民的問題上面 我要重築高牆 然後讓這個移民趕出去 然後或者關起來 然後在對外上面 就要去磕這些國家的關稅 所以說我覺得反而是這個中國 這個中國如果說是 在面對美國的總統大選 川普當選 他們當然會在經濟上面 承受到極大極大的衝擊 60%的關稅不是開玩笑的 而且川普搞不好還加碼 不只給你磕60%的關稅 搞不好還有其他的 對 搞不好還有其他的 什麼禁止中國的 什麼產品 什麼進口的 其他的奇奇怪怪的招 可是但是在於台海的問題上面 台灣的問題上面 大陸反而會可以鬆一口氣了 這個是台灣的頭痛時間 才正要開始 我們這個卓榮泰 還有這個賴清德 到現在一點想法都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鄭文燦這個案子 其實王世堅某個部分 講得也沒有錯 我講的不是說怎麼有 怎麼沒功勞 也有苦勞的那個部分 而是他的證據力 其實沒有非常的扎實 他現在都是主要是靠 證人的口供 然後還有當時監聽的 一些的記錄 但你這個匯款的這個部分 你收了錢 然後又退了錢 跟你在當時去更改 去同意他這個變更的項目之中 你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的關聯性給勾連起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 未來這個檢方要努力的方向 我只是覺得就是說 很多人看鄭文燦 就是會滿感慨的 因為就是鄭文燦的墮落 其實不只是他一個人 而是在這個野百合 這個學運世代 你們當時是打著 就是要打倒這個 這個國民黨的這個威權體制 這個萬年國會 要這個全面改選 那時候是多麼的這個有理想性 但是等到拿到這個政權之後 從陳水扁的2000年開始 就是吃相非常的難看 貪贓枉法 而這些曾經在這個運動上面 曾經在推導這個威權體制上面 有扮演很重要角色的 當時的這個學生世代 他們也沒有從陳水扁的身上 學到這個教訓 你看陳水扁他作為反對運動 在野黨第一個當選這個總統的 這麼結束了國民黨 近半世紀政權的 這麼重要的一個政治領袖 政治人物到最後是以這個入獄 來做這個收場 然後海角七億 可是他對於這些民進黨 後來的這個從政者 有什麼樣的警示作用 似乎他的警示作用是 貪污要趁早 然後手段要更高明 怎麼會是這樣子 鄭文燦他怎麼會敢 在他的桃園市長的 第一個任期的時候 就這麼的大手大腳的 然後來去拿這個業者的這個錢 其實這些拿這個地主 地主的這些錢不是業者 這些地主本身都很有背景的 不管是那位廖君松 或者是楊兆林 他們自己不靠鄭文燦的關係 他們都可以直接的跟總統府 這些人都說上話 可是要靠 要走鄭文燦這條路線 然後來去繞這麼這個一大圈 你就知道鄭文燦在平常的時候 把這些都伺候的 各個方面的這種政商關係 都伺候得多麼的好 他們一定覺得說 走鄭文燦這條路會方便很多 然後一個 你像在這個案子上面 他會拿這個500萬 你其他的案子他會不拿嗎 所以說今天這只是浮出的 檯面上的一個冰山一角 像這個國昌委員 後來又揭露了很多的這些疑案 我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賴清德 還沒有看到法務部 還沒有看到檢調 拿出一個態度來去清查 我覺得這個是讓大家 覺得感覺到 這個案子後續下來 真的會是越辦越大 然後不惜這個動搖國本 也在手不惜嗎 我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還有很多案子 這只是冰山一角 這只是過去這幾年 整個綠色貪腐結構的冰山一角 這個案子真的讓人痛心的 不是只有鄭文燦收了500萬 比鄭文燦他處理過的案子 涉入過的弊案 這500萬算什麼 根本一塊小蛋糕 但這個案子讓我最痛心的事情是什麼 為什麼司法改革這麼重要 這個案子告訴大家 為什麼司法改革重要 一個案子可以壓7年 怎麼壓7年的 你並不是說7年前 你什麼都不知道 今天才所有的證據浮上來 7年前 監聽一文有 聽到了 看到了金流 還拍到送錢的照片 這樣子可以壓7年 更離譜的事情是什麼 通常以這種證據 要向法院申請搜索票 絕對不會有問題 在這個案子 不要說搜索 連約談都沒有約談 什麼樣的力量 讓這種案子壓了7年 當我們在追很多弊案的時候 民進黨的人 他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說你有事去找檢調 你有事去找檢調 我每次聽到這句話 我非常憤怒 體制上當然是去找檢調 但是講這種話的人 就是站著講話腰不疼 你知不知道 我們丟了多少案子進去 石沉大海 動都不會動 鄭文燦的這個案子 就最清楚的例證 第二個 不僅押案 還洩密 500萬送到家裡 放在那邊 你告訴大家說 家裡突然出現一個大袋子 放了快一年 然後我不知道那裡面有500萬 我非常好奇 你到底是住在一個 什麼環境當中 家裡面袋子太多 你家客廳裡面放500萬 然後你隔了一年 知道要通通把他拿回去 誰泄密的 為什麼當初辦鄭文燦的人 不管是檢查事務官 還是調查員 是被調職的 不是自動請調 是被調職的 如果我們連司法都不能夠相信 一般的小老闆 現在大概問兩個問題 我們還能相信什麼 我們要去哪裡找公平正義 我們還能相信什麼 我們要去哪裡找公平正義 鄭文燦非常的厲害 長袖上午 長袖上午 過年的時候 其實不要講過年 平常的時候 行政院副院長的官邸 跑去找他 跟他磕頭 拜託他的 富商巨股 落益不決 我話說到這裡就好了 能夠去到他官邸 直接去找他的 都是富商巨股 落益不決 但是他也很會分配資源 他很會照顧人 因為認識很多大老闆 你如果說哪一個年輕人有需要 哪一個立委有需要 我地方服務處要跑團 這個是我選區的責任區 但我沒那麼多錢養助理 鄭文燦會幫你安排 鄭文燦會找公司 幫你認養助理 他認識的大老闆很多 就在大老闆幫你認養助理 在那邊跑團 你這樣被他照顧過了以後 遇到鄭文燦的事情 你敢說一句話 你敢說一句話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說 司法改革為什麼重要 因為這個是 如果要達到今天賴清德總統 告訴全國社會 我們要訴貪 我玩真的 你從這件事情開始做起 你讓大家相信 台灣的司法可以被信任 台灣的檢調會不分顏色辦案 否則你只是拿司法 當成是你另外一個 在政治攻擊的武器而已 從鄭文燦這個案子開始 跟大家解釋清楚 誰壓案 誰泄密 為什麼這個案子這麼扯 結果辦的人全部都被調走 我只補最後一句話 中憲是一個非常厚道的人 他知道很多事 他選擇不講 但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他說的是真的 因為他所說被壓迫 被調職的那些人 我都認識 我覺得他們可能在討論 這些事情的時候 一些基本的邏輯要掌握 我們就以最簡單的例子 有很多人被課到稅的時候 他們認為那個稅法是違憲的 侵害人民的財產權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等等 其實大家如果看 從過去的大法官 到現在的憲法法庭 其實申請示現最多的是什麼 申請示現都是這些稅的案子 我從來沒有聽過 任何一個行政官員 告訴我們基層的小老百姓 說你只要申請示現 在結果出來以前 不用交稅 你水都可以不要交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必須要很嚴肅的說 到目前為止 他們認為說 國會改革法案 有他們所指稱的等等... 有問題 但我就專以邀請總統 來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這件事情好了 這件事情是這一次在 立法院直選刑事法裡面 有 才有的嗎 本來在憲法徵修條文就有 可以邀請你來報告 以前的規定是什麼 你報告完了以後 你同意 你針對立法委員提出的意見 你可以再做補充陳述 這次又往再前一點了 說好 你來了以後 大家可以提問題 可以提意見 由你依序及時回答 依序及時回答 其實我解釋過很多次了 那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空間 你可以一個黨團問完 讓總統來回答 不管怎麼樣 所有的遊戲規則 就是要按照黨團協商 來決定到底要怎麼樣進行 昨天那個決議過了以後 然後總統府急急忙忙發了那個聲明 其實我看的是有一點 所以今天早上記者問我 我就說放輕鬆一點 不要這麼緊張 根本就還沒有訂日期 根本就還沒有訂日期 然後對於來的形勢什麼 按照目前法令的規定 就都還沒有確定 你這麼急著 跳出來說這些話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其實對我來講 總統府的目的 從法律上面的觀點 招攔若接 他要創造一個形態 什麼樣的形態 他要創造出那個 刑事跟憲法法庭說 現在情況非常的緊急 所以你必須要做什麼 緊急處分 這樣才可以保護我 現在情況非常緊急 你看立法院他都已經邀了 所以我要趕快出來否則認 他們腦袋裡面在想的是什麼 他們腦袋裡面在想的是 憲法訴訟法裡面 對於有關於暫時處分 他的法律要件 但我必須要老實說 你回到最基本面上面來講 到目前為止 對於總統 立法院已經修會了 所以我說放輕鬆 不要那麼緊張 但我要講的 最bottom line的是什麼 昨天謝榮介 為什麼在立法院院會 討論這個議案的時候 他這麼義憤填膺 去年告訴全體國人說 依照憲法徵修條文 及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總統有義務 要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的 那位總統候選人稱為賴清德 而且要接受立法委員的質詢 當然他們事後說 那個叫諮詢 那個不叫諮詢 那也沒有關係 在立法院裡面 唯一會用諮詢制度的 只有叫做問省記長 我想慾芳兄應該非常的熟 你問省記長的時候叫諮詢 問行政官員的時候叫諮詢 不管是諮詢還是諮詢 所有義務要來的是你 要回應立法委員 對你所提出來的諮詢也好 諮詢也好 也是你 只是不是一對一的 全部話都是你講的 我就挑戰賴清德總統 你認為你在 總統政見發表會上面 所講的話 是不是你對於台灣人民的許諾 還只是你騙票的工具 把這件事情先講清楚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下一次 憲法法庭開庭的時候 我希望跟審判長請求 因為我們其實在面對 整個憲法法庭的時候 是充滿了高度的尊重 我們講話都很客氣 我是希望請求 憲法法庭看可不可以一問一答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否則對我們來講很困擾 那個大法官問問題 問超過10分鐘 12分鐘 然後他給你5分鐘 要回答他12分鐘的問題 結果你只回答了前面的以後 後面來不及回答 他們就用他們的媒體公視 側翼網軍鋪天蓋地的羞辱你 說要你補交作業 你只給我5分鐘 我還來不及講到 然後你要我不要講了 所以用書面補充 我是一個念法律的人 我一定按照規矩做事 所以我說我要給你 我就會給你 而且我給你 所有在這個憲法法庭的東西 大家都可受公平 所以我就直接大大方方的 全部都把它貼出來 我覺得林淑芬委員 有一點好像太激動了 因為你如果林淑芬委員 真的有去看我的答辯書 我其實沒有請他幫我回答 因為我在那個答辯書裡面 我列的反質詢的例子 林淑芬的名字 好像只出現過一次還兩次 還有很多其他人的名字 像是林佳龍 像是管碧琳 像是何志偉 甚至像是 之前板橋的那位立委 後來現在消失了 郭志祺 對 他們全部都是講過一樣的事情 所以林淑芬委員 您真的不要太介意 你只是很多例子裡面 其中的一個 最後我真的想要說的事情是說 我是一個法律人 所以我很嚴肅的在看待 憲法法庭的神聖性 我為什麼那一天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直接請教說 今天所進行的程序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嗎 我為什麼這樣挑戰 依照憲法訴訟法17條的規定 你要申請釋憲 我是相對人 你的申請書可以不用送打給我 這個是憲法裡面 聽審請求權最基本的內涵 我被告 原告的訴狀不用寄給我 然後要我自己去 你的網站上面download 網站上面download 那個是對於一般社會大眾的 一般公開 那個在正當法律程序下面 聽審請求權 接受通知的權利 這兩個天差地遠概念 完全不一樣 但我那天非常客氣的 針對這件事情 請教我們的憲法法庭 請教我們的審判長 我沒有得到任何的答覆 他只跟我說 好啦 我們就開始吧 打醒你 還沒 scheme 之後 他們正在電腦 想母 有哪日 他們才能